就是肉肉飯 不用等到兩個小時 我今天變魔術給你看 有喔 先人出來 哇 對不對 大家好 保證學的會的大廚菜 我是秋寶郎 今天呢 千千萬萬的網友啊 來告訴我留言 就是肉肉飯 台灣的國民美食啊 真的是No.1 那我們現在呢 首先花肉稍微燙過 會比較好切 而且呢 比較沒有燒味 好 來這裡 我們把它切好了 飯呢 我們希望做一個 叫做我們的小黃瓜 當然我今天手啊 有點受傷了 幹嘛打馬賽克 好 我教你怎麼做 來 這個鹽吧 一半 好 把它抓一抓 就是叫去青 它才不會有這個色味 好 來 現在呢 那麻煩你拿一片 自己吃看看 可能 吃不去耍湯對不對 這個就是正常的 再抓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你把它擰乾 糖加進去 白布 醋 蒜頭一點點 然後湯匙來攪一攪 好 來 我們現在試吃一片 有什麼藥都吃啊 是不是我們等一下做完會不會就沒有了 阿天 好酸 我知道住了 好的 來 就把它擱置 新科技快過 那要怎麼操作 熱鍋 就水珠 還是跳舞 就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保證是不會沾 好 那紅蔥頭要先把邊香 把它擱進來 你看 完全沒力 要不要用心 乾香菇 杏鮑菇 豆干 豆干啊 就是考驗這鍋子啊 如果它會沾 這個豆干不得了 它馬上就會黏在這裡 慢慢的把它煸香 乳肉飯呢 不需要說 把每一種食材 煸得很上色很焦 接下來呢 我們的肉 蒜末 辣椒 醬油 哇 這個香氣 等到兩個小時 那你真的摸了 不會啦 不用等到兩個小時 我今天變魔術給你看 醬油讓它去燒一下 讓它的肉第一次著色 接著燒心酒 五香粉 五白胡椒粉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要加水 好 來 我們就是要上蓋 這個氣閥 先把它鎖起來 這個是算簡便的一個快鍋 我們再煮個兩分鐘左右 就滾起來了 就簡單 打開來 給大家看一下 摸摸摸 哇 好漂亮 這樣對不對 滾開來呢 我們這個閥 我們就把它打開來 還有沒有聲音 有 你會發現一件事 那你一般的壓力鍋 可能沒有辦法 它有安全閥 它一定要洩壓 才有辦法開 你要怎麼開都可以 唉唷 有 先人出來 哇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把瓦斯關小了 普通就是大概一個半小時 我們現在呢 45分鐘 這麼快 那我們呢 這裡 我的糖 才可以加進去 紅蔥酥 蒜酥 來啦 哇 好來 哇 太香了 完成了 想吃嗎 不單單菜好吃 我們的工具選對了 也像這簡簡單單的國民美食 滷肉飯 那希望大家都喜歡 謝謝 好的來 我們這裡啊 謝謝菸的泡菜 我們待會兒 這是黃瓜 黃瓜也是泡菜一種啊 唉唷 為什麼 幹嘛這樣子啊 好 我是不收你的費用的 那來 我們下一次會請網友上來 上教學的 這麼好 要收費 哈哈哈哈